大家好,之前的双十一跟Black Friday你们都买了些什么呀,反正我是买的是,基本上都是化妆品和护肤品 我本来是想借这个视频涂一下槽的,是我之前在TAT他搞了一个活动,是84澳币买7件Full Size的美妆,那我就买了 然后那个delivery就涂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大概花了差不多20天才到手上 然后一到手上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真的不太忍心涂槽,因为它真的太可爱了 那这就是他的盒子,是不是特别特别少女心,还有用这个纸包好的一些东西,这些所有的产品 那这7件彩妆我都买了些什么呢,我就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那第一个是一个化妆包,我选的金色的很浮夸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一个粉饼 这个粉饼叫Confidence Creamy Powder Foundation 那我选的色号是Fair Neutral 其实说实话,这一个颜色,其实对于我的皮肤来说它偏白了 我为什么会选偏白的粉底呢,是因为第一我没有试过,我不知道它在我脸上的效果是怎样 第二个我之前,基于我之前失败的一次网购粉底的经验,我发现我宁愿买白一点,我都不愿意买得太深 要不我根本就不会再用了 那这个粉饼呢,它就带一个粉色的,我今天就用的是这个粉铺上的,上的妆 还有一个这个小袋子,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那这个粉质呢,总的来说是非常细的 我今天没有全脸用 我只用在了眼下和鼻翼周围的体谅 那我觉得它很细腻 这个粉在脸上可以显得非常细腻,而且非常的自然 就算是它的色号比我的皮肤要浅一些 但是它跟我皮肤还是融合的很好的,不会显得很凸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成功 那它的粉铺呢,就 还可以吧,就是上妆还挺容易的 而且抓粉什么的力度也还挺好的 还不挺喜欢这 下一个就是这样一个膏状的腮红 我今天腮红没有用它 所以我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带给大家试一下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吗 看起来也是很少女的那种颜色 很有元气 而涂上去应该是很,就感觉很活力四射的感觉 下一个是这个唇膏笔 唇膏笔呢,这个颜色跟腮红是一个系列 我今天也没有用到这个颜色 我用的是NAS的JAMMY 那颜色就是这样 觉得很少女,而且看起来很滋润 我还不知道上嘴的效果 那时候摄抽高分 下一个是这个颜色的眼线膏笔 我觉得这个是我买的所有东西里面的一个雷 我觉得它一点都不好用 首先它非常非常难挤出来 挤出来之后呢 它的膏体 看起来好像还好 但是当你试着用刷子去刷它的时候 就会发现刷子根本一站不匀这个眼线膏 就算是非常难挤出来 挤出来是这样的 那我手上已经有一道一道 是因为我刚才试着去推开它 但是我发现真的是特别的颁补 就可能视频上看着就还好 但是说实话 你在日常生活中 第一这个不日常 第二个就是 就算是你在特殊场合 你可以去用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真的好难上啊 刚才就是化这个妆的时候 我就试着用它去上一个妆 去画我的眼线 但是我就发现真的是太烂了 在眼线就画眼线的地方真的是太烂了 一点都不好用 所以我就用黑色的眼线笔把它盖了 这个是一个雷 不过这个刷子应该是还可以继续利用吧 它的刷子出的都还是挺不错的 那说到刷子就是第下一个派妆品 这是一个双头的粉底刷 这一头是海绵 这一头是毛刷 那我今天的粉底就是用这个 这一头上的 那我平时上粉底呢 是用Real Techniques的那个粉底刷上的 我喜欢它就是我喜欢Real Techniques 是因为它比较大一些 所以上妆就是上粉底非常快就可以把它上好 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因为它大 所以Real Techniques那个就是很难照顾到鼻翼和眼下 这种比较需要比较细致的地方 那这个刷子比较好的就是它是这种坚硬一些的 它的tip是这种坚硬一点的 然后有弧度的 所以你可以照顾到鼻翼啊 然后人中啊还有眼下这些 因为我眼下有细纹嘛 所以容易卡粉 然后照顾这些 所以我觉得很好用可以把妆上的比较均匀 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点小嘛 所以上妆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不过就是鱼鹤熊掌不可兼得 我觉得它已经是够好了 那这个海绵头我还没有用过 用过之后我再告诉大家 下一个是这个睫毛膏 这睫毛膏我今天也没用 因为我的睫毛膏还没有用完 我不想再开一罐新的让它在那干着 然后但是它的介绍上面是说 一头是睫毛膏 另外一头是增长的纤维嘛 就是你先涂一层睫毛膏之后 再刷一层增长的纤维 再刷一层睫毛膏 那你的睫毛就会看起来更长一些 让我想起了我用的第一代火猎鸟 增长睫毛膏 这真的是好原始啊 好久远的事情 效果怎么样 我会在之后我用了之后我会高散 但是七件产品都介绍完了 我除了买这七个full size的彩妆呢 我还买了一个眼影盘 我其实对它的印象非常好 是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它的六色的小的眼影盘 就可以随身携带很方便的 而且又是大底色非常日常 我就发现它的粉质非常细 而且特别容易取粉啊 然后显色度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对它们家印象又很好 然后这一次它搞活动呢 有一些眼影盘就在打折 我就在纠结到底是买哪一盘 到最后我选的是这一盘 我为什么选它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 它不在我的就是选择范围之内 但是直到我看到了TAT 她自己的一个expert 就化妆的一个expert 专门也是出YouTube的 这么一个女孩叫Jane 直到看到她我就觉得说 好我一定要买这个盘 因为她的妆装太好看了 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 有一点复古的呀 有一点点就是小俏皮的那种 那种感觉 就那种少女感的 也不是日韩那种少女感 是欧美那种少女感 有一点点小缺斑啊 然后看起来又有一点复古啊 blanc的那种金发美女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它就正好是 所以是因为它我就买了这么一个眼影盘 那到手之后 是这样的 那它除了九色眼影之外 还有三个就是 这是一个修容 这是腮红 这是高光 那这一盘 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很日常 但是也可以说做出一些不太日常 比如去party啊 或者是一些需要浓妆的场合 所以这 而且它又带了腮红高光和修容 所以我觉得这一盘如果是需要去旅行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随身带是很方便的 而且还有一块大镜子 就觉得还不错 那我今天脸上的妆就是用这一盘 画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三个颜色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是它的修容 这是它的腮红 这是它的高光 这个不管啊 这是我的八 你们就看这三个就好了 那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修容的颜色 太夸张了 这个修容应该是他们老伴很喜欢的那种brown色 这个腮红是带有一点就是 桃红色的那种非常少女感的这么一个颜色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金色的闪片 这个高光 是香槟金色 我觉得很漂亮 而且还算是细腻吧 在脸上也不会有那种比较夸张的那种感觉 那我今天就用了修容 我平时我是不会用修容的 那我今天用在了这个颧骨和我的这个下巴 还有我的鼻翼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哇 这个也太显色了 我就轻轻站了一下 然后往脸上一扫 就觉得说哇 好可怕 所以我就觉得它做这个 而且它这个颜色真的是 我觉得不是适合我们亚洲人的那种颜色 真的就是老外喜欢你的健康肌小麦色肌肤 会用到的这种修容 我应该会用它来做一个眼影或者什么吧 反正我不会用来做修容的 我觉得太可怕了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试一下这个眼影盘上的这些眼影的颜色 这个是第一排的第一个颜色 叫Number SFS 这个是第二个颜色 Natural Peaches 这是第三个颜色 那这三个颜色 这个SFS 是珠光的 然后这个是亚光的 这个也是亚光的 那这三个颜色 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适合秋冬的这么一个颜色 那接下来是第二排的颜色 这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因为它实在是太浅了 是Big Baby 然后呢 这一个是Sassy Bum 那Big Baby是亚光的 然后这个是珠光的 然后第三个是CPCP 是亚光 但是带有金色的闪片 那这个Big Baby是特别接近于肤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那它作为眼头和眉骨的提亮的话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第二个这个Sassy Bum 它是带有一点橘色调的 但是又有一点金色调的这么一个颜色 那我今天是把它用在眼皮中央 那我觉得这个是跟这三个Sassy搭配起来 可以做一个非常美的妆 而且它真的是特别亮 特别显眼 那就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满意的那种 然后这一格 这一格 CPCP 就是低调 低调中吧 但是又有点闷骚 因为它带有金色的那种闪片 觉得哇 又有点与众不同 它是一个深棕色系的这么一个眼影 那最后是第三排的颜色 这是Hunting 这是Uncommon 这是Man Cat 这个是一个 它们都是紫色系的 那我觉得更偏向于就是我们说的藕合色 这个是一个亚光的 这是珠光的 这是亚光单闪片的 那在TAT的那个官网 官方的那个YouTube频道里面 他那个Jane那个女孩 又用这三个颜色出了一个smokey的一个妆 那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看 我觉得它可能真的就是人长好看吧 嗯 我觉得它画的就是属于那种 我抽烟我喝酒 但是我是个好女孩 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美 那总的来说 我这一次网购还是挺成功的 除了那一个眼线胶之外 其他产品我都很喜欢 特别是那个眼影盘给了我很多的惊喜 今天的开箱和试色视频就到这里啦 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哦 谢谢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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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